大家好,我是十一玉兰,一起来关心10月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4月市重阳花莲门诺基金会举办了热力重阳动力99-111年度99重阳节联合运动会 县长许真卫也特地到场同乐,祝福长辈们长保健康,也让年轻人无后顾之忧的在外打拼 县长许真卫表示,感谢门诺基金会开设许多关怀站以及日照中心 让老大人更加喜爱学习新知识,天天与人交流,每天都带着笑容回家 尤其是花莲文件站、福气站、私自据点等关怀据点 现在部件达到365站,花莲有177个村里,等于一个村里就有两个站的概念 鼓励大家走出户外,长保健康,让年轻人无后顾之忧的在外打拼 真卫要感谢,无论是门诺,或者是一粒麦子,或者是社会处 委托很多的单位,老家,还有很多单位都来协助照顾我们长辈 花莲是177个村里,所以等于说一个村里有两个站的概念 所以只要我们长辈,这个有空就可以早上就可以出来运动运动 然后用完中餐再回家,然后再做其他家里的事情 所以就希望我们老大人开开心心,健健康康 这样子家里才会忘啊,对不对 老大人健康,家里才会忘呢 所以你们很重要啊,对不对 门诺基金会总执行长表示,看到现场神采奕奕的长辈 轮流出场感到非常感动 并指出,花莲在全国长照业务是全台第一 拥有幸福就要把幸福传出去 希望未来运动会可以邀请其他单位的关怀据点 以及社照单位一起来参加 让大家认识更多的朋友 所以我看到各位可以在这边走这个运动会出场 大家这么精神奕奕 我真的很感动 心里面那种感受就是,问我自己 我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在这边走来走去 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向县长所勉励的 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社会坚强,认真,好好的生活 这个是希望我们每一位长辈,我们一起来努力的 县长和老大人们齐跳健康操 在趣味竞赛的环节 县长足以贴心问候每一位长者 并带领长辈完成闯关活动 离开前应邀与长者们合影留念 场面温馨热络 记者凌结花莲市彩虹博导 台湾 这 Crown